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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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获选为全国景观大赏的佳座奖 这个要感谢我们内政部长期以来对于我们城市发展城市规划上面推动的各项的一个支持才能够获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我们从救国团收回自听堂转型为市民活动中心 施工所的耐政补强跟宜蘭人故事馆原本是由旧县议会来做这个推动的 软一中台湾故事馆跟以后我们要筹划的蒋味水故事馆都需要我们内政部再继续的一个支持 有我们徐部长今天来这边跟我们加勉我们对于城市以后发展会更有信心 今年拿下了警官大赏的一个全国家作奖 我们也希望说明年我们继续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成绩 再次感谢徐部长及陈立伟在我们立法院预算的支持部长的一个肯定 感谢 来看我们宜蘭市的市民之身 其实也是市民之心 那个身是森林的身 那城镇之心是我们竞争型的一个计划 那最主要是要把我们这个乡镇城市的印象要显现出来 那宜蘭市有很好的人文 人文如果能够结合我们地方的特色 包括我们地方的观光娱乐等等能够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人道的话 才是我们市民之福也是我们整个台湾之福 因为来到宜蘭就可以看到我们宜蘭的整个人文地理风情 宜蘭有好山好水这是一个好所在 所以他们要为这个人道帕通 来政部保管这上我们的都延传支持 希望宜蘭市变成一个好戚的好所在 还要看到宜蘭的人情 他的风陶风尚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要祝福我们市长 祝福我们委员他们的努力 感谢他们的努力 那我要祝福我们宜蘭市会有更好的发展 我要最后两句话题的就是 我们把宜蘭的传统跟现代结合 这才是最好的 那越现代就越传统 越传统就会越现代 同样的道理 宜蘭不要以为它是一个我们偏远的地区 其实宜蘭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它越在地 那它就越能够国际化 越国际 那又要用在地来支持 所以在地跟国际化不会违和 而且是可以调和的 我也借这个机会 大家有时间到宜蘭来 在这个疫情的时代 来到宜蘭喝酸喝醉喝收拽 呼吸新鲜的空气 享受最好的人情风土 这是一个好地方 谢谢我们宜建署的长官 都毕临 还有同手的同志 我们黄申远建筑师 他也是这一次规划案 从他这样子一直提供很好的规划 他整体的运作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地方 是以前的救国团 救国团是我这个上任市长 第一届市长 第一年就把它收回来 然后隔壁是志清堂 志清堂收回之后 就转型为市民活动中心 这个救国团已经使用三四十年了 所以在整体的在整个要做重新使用上面 面临很大的一个困难 尤其是施工所的预算 在过去是施工所也做了耐政府墙 在过去宜蘭旧县议会 转型为宜蘭人故事馆 再来我们宜蘭县政府的旧员工宿舍 来变成软一中台湾故事馆 在旁边的整体的这个宿舍群 新建为这个我们的原住民产销中心 现在还在施工中 整体很多的一个这个规划跟推动 这样已经做了五六年了 在近日上真的是感谢我们内政部 巡部长这边大力的支持帮忙 才可以延伸到我们仲山公园的新富城河 整个廊代这样来做一个整体规划上面的一个推动 现在已经有一些成果了 所以整体上面我们才有这么好的一个做最好的一个 这一次参加我们全国警官大赏的一个评比 能够获得佳基 获得佳基 感谢我们内政部大力的一个支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很欢迎大家来进步 来感谢我们港市政府对宜蘭市的建设 所以我们办法这一个警官社会里面 可以说是宜蘭市的一个公园 那一个 那我们冲淹市长是少年更难 所以我对于是有很多 我们认真说对于很多这种骗互 做来自的方式 做来自的那个人的凶属 做来自属我相信有点困难 感觉我们的效率也不够赚 所以 起来来进步的内政 我自己就要准备支持 所以请起兵奉行 要支持 拜托我们欧母委员 李宛宁 李宛宁 李宣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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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点也要 特谢我们欧母的李宛宁 对来进步 尤其营建署相关的这些经纪 欧母都全的支持 都不敢 说不敢 丟人家 都全的钱 所以这点我也要把欧母洗掉 我想大家看到 我们一个 宜兰之声之心 都不知道 城镇之心 其实这是一个 道歧 一个印象 所以为什么说 在城镇之心 我们一个 城市 城镇之心 的一个 规划 让大家来 竞争 这是一个竞争型的计划 就是说 不是每一个 鄉定市 每一个团市 你一定有的 如果有的话 不一定 你要去竞争 竞争就是 拿出你的 你要提出的计划 印象怎么出来 对我们地方 没有什么建设 起来 这个时候 会去评计 我们都会优先去 在宜兰市 我们不是说 宜兰市 有很多建设 和冲淹 他的很多 集团都很好 所以我一定会 专门 来跟宜兰市 联盗地 来支持 因为我们欧母说 建设 没有在分籃绿 其实 我们说 不管是哪个官司 不管是 南的执政 绿的执政 其实都会政党轮廷 但是这个建设 留下来是我们子孙的 不分籃绿的子孙的 这一定要 就继续努力 所以今天 要大家放心 不管安装 我们 以为我们的 教授 留下来 建设 让他们好生活 好兴趣 这我们一定要做 所以 我刚才 教授 这几个 介绍 你哪介绍 不是我在插手机 我看我以前 可以做小 主理想 我什么时候来过宜蘭 其实我才在说 其实我来宜蘭 是在那里面 我们都数人来得多 不然自己走来 所以有做 我和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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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 像是 像是 我跟他们穿 我宜蘭朋友 很多 同学 宜蘭大概 很多校长 都我的同事 很多校长 学长 学弟 学妹 学姐 很多 因为 宜蘭的老师 都台湾书串 我就是台湾书串 所以 我有很多同事 我这样做 好兴 我现在有很多 都退休了 所以我宜蘭有很多 很多 所以我对宜蘭有一个 不甘的干净 所以 我也要给大家 告语 大家了解 当然 在这里 我想 就 等于是 风雨走廊 的意思 本点 想说 风雨走廊 现在 在做这些事 都不知道 但是现在 风雨走廊 台湾 政府 约绝上由于 丁丁 我们比较 倾向 跟光电配合 我们比较倾向 跟光电配合 所以 这案在考虑 所以我请建筑师 在这一部分 去考虑 如果能够跟光电配合 有时候甚至不要发钱 光电业者都不去做 一开钱 跟你做 但是 电 当然他要贪钱 你换他拿去拿 你不用开钱 又可以拿去拿 但是 建设他建设 电 他去尾 所以 这 請说 我们審柳和电阻審 这些人 都可以收购 当然 有的 所有的可能性 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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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说 这些机会 就是我们 如何 譬如说 我保住这些机会 你一部拿去做 方便做 但那部補做 如果拿去 提借去 大家出钱 那这些钱就更多了 我们就可以扩大 我们的并 我们的并 并就更大并 这些机会 我帮他拿出来 做常客 我们在这一关一起参考 我认为 我就说 因为有这些 新北市有些地方 就像我们来出力 我怎么让大家了解 这些机会 大家来做常客 我帮他做了更好 好 好 我简单 在这里 大家送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在这里 不用看 城市的功能感 也不是一下子 可以 就可以恢复 人马上变成白雪公主 毕竟很多人的努力 但是我觉得 一个城市的发展 是决定在市长 的魄力跟视野 那由这一点来看起来 我们将市长 所带民团队 确实能够达成我们 在这么困难之下 一些慢慢蜕变的成果出来 就像今天获得 我们中央内政部的肯定 所以我也代表 依然现在谢敏 跟市敏 来恭喜我们依然市 大家的努力成果 特别 我们依然启程 跟市敏之声 这个案子 是很成功的 特别由黄森林 大建筑师 来做这样的规划 以及慢慢的一个变化 未来还有很多地方 还需要中央大力支持 我想今天部长牌 我也要求部长 再继续给我们大力支持 希望我们依然市 能够重款荣耀 让我们依然市的都市景观 变成我们台湾 也是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 这也是我们江市长 跟大家许效的承诺 希望我们继续努力 那我们中央跟地方 在对建设 我们是不能分难力 中央跟地方 一定要协力 来努力的完成 任何想做事情的行政所长 我们要潜力大力的支持 谢谢 除了在我是台北长大的孩子 来到宜蘭 二十五快三十年 完全靠 完全靠 沈下方帽来长大 所以 这件真的是 因为传统的 传统的建筑师 业务 其实没有照顾 的公共空间 所以我想 我很快先把这个讲完 很快讲完 因为 我觉得到现场去走 比较有感觉 很少在一个城市 在城市中心有这么多绿带 而且有这么多 跟历史文化有关的事情 那我们的中东山公园 跟以前的演艺体很重要 那现在从火车站出来以后 包括吉米广场 包括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吉米转运站 都非常多游客 那这边都火化起来 帖子都火化 未来其实我觉得 后面森宝柱那块 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样过来以后 我们现在的 这次这个 这个宜蘭起提升 其实是景观学会 特别特别提醒我说 说他们很希望能够 带动这个议题 因为景观大厂 送进来的讲里面 很多都是 大体商的讲 就是有一个单一的土地 然后很快的把它 把它处理到内化 那可是这个案子 是在 非常具有这个 其他的作用 也就是说其实全国各 各县市有很多这种例子 就是过去这边 这边有非常多 杂乱的这个 的 的赞助户 那市长直接开始 慢慢慢慢把这个停车场也整理出来 然后开始走过来 我们东方会从 我们现在在这个房 在这个房 这个房 这个房 这里面 当然很重要 看到我们东方往后看 我们过去这边也都被堵住 也就是说 除了中山路是一个正面之外 背后全部是一个 是一个负面的空间 那过去这么多年来 就是这个村莫营监署的帮助 在帮助 前面也变成 变得很公園化 以前这两个机关是分开的 然后前面 我们看照片好了 那我先看照片 我先看照片好了 这过去在背后都是 都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 其实是一张没有执照的救国团 非常奇怪 那现在打开之后 跟中山公园整个连 整个连起来 那这个新广场呢 在以后这个 以后 以后民权大道打开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民权大道未来 再回到前面这张 民权大道未来 会是宜兰城最核心的 最核心的干道 因为它旁接过去就是 就是新月九定 最主要的区域 也就是说公所 将来有可能 除了对于这个 这传统以前叫 以前叫渭水路 现在叫中山路 这个历史轴线之外 这个中山公园的连接 竟然会是未来一个 很重要的城市 如果我们今天要称为 一个宜兰广场 最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那最近因为市长 也提醒我们 这个因为图书馆搬走之后 这个图书 原来的市立的图书馆 现在迁到的后站之后 这个空间 如果能够发展成为 这个乐领中心 跟奖卫水基金会 或者奖卫水的一个纪念中心 那这个广场 有可能甚至它成为一个 一个奖卫水广场 那我觉得在 在这样子的题目下 会很浪漫 那也就是说这个广场 现在慢慢慢慢再成型 那我们等会 等会我们在这个模型上 我稍微跳过来讲一下 这个模型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条路 未来 未来基金会 如果能够发展 我们等会今天 会从这边这样走出来 这样走出来的过程 因为像今天下雨 依赖多余的气候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一个棚子 那这样就可以成为 整个公寓里面 最集中会核心的地方 我们等会进入到 阮一中先生的 非常火的活跃的 这个 依赖人故 依赖人故故事馆 那台湾人 台湾故故事馆 那阮先生的策展 就是跨领域 他这么 就是每一季都请来 非常多大咖的文艺人 文艺人 所以其实蛮难得 在 在宜兰这样子的地方 还有这么多重量级的活动 那就是国家一起的活动 那我们等会可以穿过去看看 然后我们等会从这边走 然后到原来有旧 先一会改装的新的 叫做 宜兰人故故事馆 那营建署 今年这次的得奖的范围 包括前面这广场 也就是说我们走到前面看 这边就变成是非常多 附近居民来休闲 晚上有灯光很漂亮的地方 然后全部去慢慢整理 那当然我们目前 遇到一些小困难 就是说 这些 还居住在里面的 还不分的一步走 那可是大体上来讲 这样这边也变成叫做 新住民的活动场 所以将来这条路会变得很热 赤金塔 公先生 是 九官议会 他的阮宜总故事馆 原住民的参销中心 那目前其实广场的空间都证明好 这边的铺面开始要坐到这边 所以如果再加以这样 这样扩大 把这个 原来这个 这叫什么 这个是竞节队的 竞节队的前面的停 的停车场也变得是市民活动的地方 那这个广场在宜兰会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是竞节队的 这边是竞节队的